各位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做安裝介紹的車款 是HONDA一代 是HONDA一代的系列 那這一款車最特別的地方 他算是一般很多都會稱之他叫大K8 顧名思義他的禮盤系統還有HONDA的EK 就是六代的CIVIC 都是零貢硬架 那他除了禮盤很特別之外 CRB的系統也都是當時因為建立半園的產品 所以造舊的補帶三代四代甚至是最新的補帶 目前都是一個非常熱銷的狀況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他原來的避震器 因為原先的話就是一個改裝的避震器 所以車主是覺得有點前面有影音 然後是裝久了損壞了 後方的話是因為覺得太軟了 所以今天來升級的版本是KT的道路版避震器 這個是原先拆下來的避震器 那他前後的話是雙位停掉 所以前面跟後面我們都有附上做 那這個系統本來也算是一個可以調整側高的部分 這個都是高低軟硬可以調整的 這個品牌應該都是可調的 這個應該不是 這個應該是高低可以調整 那這個是高低軟硬都能調整 所以這個是算是都大同小異 那配置上的話 KT的前面的彈簧我們配置的時候比較舒適 就是200場12公斤 後方的話有把彈簧的長度把它拉長 是做到220場8公斤 那基本上這樣的架構都還是修理車 所以一般的話如果車有沒有特別指定的話 那我們的版本都會剛剛敘述的那樣設定 那樣的設定還可以兼顧到大部分應該 車主要想要又有的舒適度 好 那後方就是 雙鞋的對這台車的彈簧 還很簡單 後方的話 它的彈簧是220場8公斤 那車高的話 今天車主力氣下大概降到兩指左右 那基本上這一台已經都有改裝一些車高降低之後 應該要有的改裝品 譬如說這個是兩腳調整器也都有改裝了 那這一個的車高 待會兒設定大概在兩指幅左右 設定在兩指幅 這個後方的像這樣雙鞋的懸吊系統 它的車高調整是靠腳管上方 如果這個局部我們都不動的 要調整車高的話 這個齒輪狀的頭板往旋鬆 然後長度調長 它的車高就變高 那縮短的話車高就變低 所以像這樣雙鞋的懸吊系統 它能調高跟調低的區間範圍很寬 最高的話跟原廠一樣高 也都可以的 所以這個很安排 這是修理車裡面很罕見的 雙鞋背的懸吊 前後都是能夠兼顧到操控 跟舒適的一個底盤懸吊 這個是前後面的部分 後面的阻尼調整 這台車也方便 不太需要拆東西 它上部的話 在行李箱裡面有一個試蓋 試蓋掀開之後 就可以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這邊這樣鏡頭拉近一點 應該可以拍得到 會很安嗎 可以 這個是後方的懸吊系統 這裡有一個試蓋 這個維修孔 我們把它掀開之後 就可以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所以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阻尼 那阻尼的調整 我們在影片中有常介紹 左邊跟右邊一定要對稱 段數一定要一致 這個是後方的阻尼 你是從這裡來做調整 那我們來介紹前面好了 這台前面也一樣啊 也是最經典的 雙A懸吊系統 它的前面的話是 配置了兩百長十二公斤 所以也都是以舒適度為主了 那當然像這樣直捲的彈簧 如果覺得它的空間數太低 就可以把它換成 因為直捲的有很多的規格可以選擇 覺得太硬了太軟了 都還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在做更動 那一般來說 如果沒有特別選定 都是以這樣的配置 就很不錯 就很好做 那前面的話 它的阻尼調整 白機打開 在這裡 這裡就可以看到避震器的上座 那阻尼旋鈕的話 有一個H H代表是Hard 所以我們要調印的話 從這個地方往順時針 調整這樣就變硬 往逆時針就變軟 一共有30段 一個一個的手感呢 是可以調整的 一共有30段 那前方的話 雙A的懸吊系統 它的結構其實下部的這些結構 跟K8都是一樣的 所以它有一個開發的直閉 閃過傳動軸 所以避震器是鎖在這個腳管的上方 這個是一個雙A的懸吊 那K8的用料部分的話 在主名有 我們使用的是義大利IP的主名有 這個如果有 Honda魂的話 都是一些很熱血的車友 那很熱血的車友呢 很多都有騎重機 如果一些重機 像是義大利的 知名品牌 Aprilia 它的重機的話 它的前叉 後避震器的指定用油 都是跟K8一樣 都是選用 義大利IP的主名有 IP的主名有 它是一整桶 從義大利原裝進口的 或是授權來台灣 在做混裝的 所以它的單價比較高 可是它的油品的穩定度相當的不錯 油風的話 Honda的車名的話 有很多是選擇 日本的Tim Tim的話 它的使用的油風 跟K8一樣 都是使用日本最棒的油風 品牌叫做NOK 所以K8的 不論在主名有的用料 還有油風的用料 選擇都相當的不錯 所以在壽命上的話 就會比一般的 還要來得好一些 那K8本身就是一個製造的工廠 所以我們在日後的維修 譬如說像這個防塵套 還有它緩衝饅頭 久了都可能會有 會有損壞的狀況 那都可以針對這些單一的建 來做泰換 甚至是阻尼有烈化衰退了 會變得不好做 那也可以到工廠 或者到我們北中南的經銷商 可以做一個翻修的動作 這些都是我們KT才會有的一個售後服務 以上是今天 這個世代我也忘記底板的代號叫什麼 應該叫R1是不是忘記了 那這個是一代很經典的一代的Honda CRV的直播分享 那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